美国国防安全合作署 今天又宣布了最新一笔 27.2亿的对台军售 问题是有武器要有人操作 延长兵役吵得沸沸扬扬 有年轻的网友就抱怨说 民调说高达七成六的一男 愿意服役至少一年 根本是骗人的 这个是当过兵的人 不管别人死活才会同意 真的去访问20岁以下的大学生 根本不可能同意这件事 好 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 意华委员 因为吕秀莲就说了 美国只有协助台湾 自我防卫的义务 没有派兵的责任 美国固然不承认 大陆对台有主权 可是美国也不承认 台湾主权独立 所以说一对无意婚嫁的 同居男女的安全系数 会有多高呢 我先讲高科技武器 它如果要去操作 我觉得一定是志愿意的 不可能是义务意 就算你四个月变一年 我觉得他应该还是要去 我觉得他学到只是服从 你知道因为在军队到 因为不能质疑 现在年轻人很喜欢质疑 我想学到可能是服从 那也许就是我们都知道 军中会有一些 比较是行政的 像说什么后勤整补 或说你之前打仗 或是什么伤患救护 他是做这种 因为绝对不是像某委员说的 像打电动一样那么简单 只要学一学 我就可以把这个高科技武器 我可以使用 所以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那从这次乌克兰战争 我们可以看到 那美国到底你说 有没有支援乌克兰 但还是说有啦 他会有武力嘛 武器 或是说呢 他会用军 用经济制裁 但是美国 有没有出兵乌克兰 答案是没有的嘛 所以呢 其实这一天下来 就发现台湾 本来认为说 如果台海战争的时候 美国会来的 会来的 其实你知道乌克兰战争之后 就下降了很多 因为大家都看到 其实他是不会来的 所以我觉得 在这样状况之下 大家要认知啊 但请问战场在哪 乌克兰 这次你看死伤是怎么样 如果真的台湾打仗了 美国如果不会来 就问一下嘛 美国到现在 有一个军人牺牲吗 并没有啊 所以大家要认知到 这个美国是不可能出兵 所以所有的事情 都是我们承担 他会卖武器 而且是所谓的防卫性武器 就算会提供武器给我们 但是战争真的是不会有赢家 尤其如果战场是在台湾的时候 我觉得这时候 所以为什么到现在啦 连民进党执政 他敢说要延长成一年吗 他也不敢讲 我们都问说 那你说要做研究 你研究案是什么时候会结束呢 他都不敢讲 因为他知道这样 他不会有年轻选票 所以这时候连他都不敢讲 要延长为一年啦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